謝謝 謝謝 我沒有預期會有掌聲 我非常享受這幾天在這邊當主持人 發生了蠻多有趣的事 因為我可以第一個 就是有很多時間接觸到這些speaker 然後我們昨天甚至有一些人去喝了一點酒 然後我昨天在整個喝酒的過程 都沒有把PiCon的batch拿下來 我覺得可能是那個忠誠度太高了 所以拿不下來 然後一直到喝到不知道什麼時候的時候 有一個人問我說這是什麼 然後就拿起來 我解說完之後他就把它燒了 所以我的page上面有一塊黑色 好總之 我提到這些故事是因為 我提到這些故事是因為 我要告訴你們當Light and Child的主持人有多好玩 因為明年我不想要再當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來爭取這個位置 好然後今天的規則會跟昨天一樣 就是當講者有五分鐘嗎 他講到了4分50秒 剩10秒的時候我們做這個鼓掌 然後讓他通知他 他時間已經快到了 然後五分鐘的時候我們就做一個正常的鼓掌 這樣子再麻煩大家 好那今天一樣有五個講者 然後有中文有英文 好OK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是Gogoro 然後是陳柏宇要帶來的 那就是最近Gogoro很吵嘛 不僅是那個台北的警察都換Gogoro 然後桃園共享機車用Gogoro 8加9也開始騎Gogoro 所以就很吵 然後我們就歡迎他帶來講Gogoro熱度圖的前世今生 所以我們要先來歡迎陳柏宇要討 Gogoro Gogoro是一盤子產品 台灣 然後他會介紹的GogoroHeMap 歡迎陳柏宇 大家好,我今天要講的是Gogoro熱度圖的前世今生 Gogoro熱度圖它不是官方的 它是第三方開發,不是官方的地圖 那我首先自我介紹一下 目前我認識於公益院的機制中心 那因為哈電組,國中的時候開始寫哈電組 所以它算是寫城市的道路 那目前有一個side project就是這個Gogoro的神器 那有Gogoro的人應該都有看過這個地圖 就是如果你在APP打開就會看到這個換電站地圖 但是沒有Gogoro的話你就看不到這東西 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全台灣目前有幾個換電站 那在2016年的時候我想說 有辦法可以讓一些沒有Gogoro的人也可以看到這些地圖 所以我就找了一些方法之後 把它整合到Google map上面去 那在從2016年到現在目前已經有四百萬的 四百萬多個的那個瀏覽量算是蠻多的 那同時也這個找到一些換電站的維護紀錄 還有更新紀錄也把他放到這網站上面去 那坐到這邊我就想說有沒有辦法讓這個工具更好用 比如說然後看到換電站它到底有沒有電啊 它是不是有白跑一趟 所以我就找了一下Google它電池的API 然後拿到它電池數量的這個資訊 然後把它整合起來之後做了一個網站 也是在2017年的11月10號這個熱度圖的上限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它會整合地圖 包括哪個換電站有電啊 它就如果沒電的話用紅色顯示 那如果它有維修或是有一些新在也會在地圖上顯示出來 那我也做一個這個紅綠色網的版本 因為我的朋友是那個紅綠色弱 所以就做這個版本給他們用 那有了這個每個站的換電趨勢之後 你可以看到說什麼時候是離風時間 什麼時候是那個尖風時間 所以也可以從這個趨勢上面看出來 那一直很順利知道了 2018年就是去年中的時候 Google地圖開始收費了 那最高我一個月好像要花五六千塊錢 在這個地圖API的顯示上 那我想說這樣不行 一定要找個方法來解決 所以我就找Open Stream Map這個免費的底圖 那就解決這個問題 那但是在2017年的時候呢 我就收到了Google的那個官方人員的電話 那個訊息跟我說 來一起吃個飯吧 他就說因為這個東西雖然好用 但是在他們內部有一些造成一些困擾 所以他們會上一個page把它封掉 那所以吃完飯下午就 所有API就拿不到東西了 那後來找一下之後發現說 他是在HTB header上面動了一些手腳 所以研究一下之後就發現 再改一下就可以回復上線這樣子 然後直到今年1月之後呢 他在Google Lab就改版了 把API更新了 他就把它弄得 他API加上一些Random的Token 沒辦法取得 那所以也是一樣 就down了幾天 那直到兩天之後 就發現一個新方法 就是我找了一台iPad mini 然後透過Main in the Metal的方式 拿到他跟Server之間溝通的資訊 然後拿到這個電視風暴的資料 就恢復上線這樣子 但是在今年5月的時候呢 我又拿不到資料了 那時候我就開始很忙了 所以我就算了 那我就把那個重心轉移到 這個踩點地圖 那這個踩點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有一群車友很熱衷於 在換電站換電踩點 那所謂在一個換電站換過電時 就算踩一次點這樣 那目前全台有一千多的換電站 像目前 有三千多個使用者在用這個踩點地圖 然後有差不多十萬多個 目前連接到現在的話 那第一名的話是 現在已經有一個人 全台灣的點都踩完了 那一千多個 一千三百七十一個站 這是GoGo的神人 對 好 這就是目前我focus在這個踩點地圖上面 那最後我要分享一下 我從這邊學到什麼 就是如何去架一個Service 用Backend跟Web的前端方式 來做到我要做的事情 還有處理大量的資料 你看 這個GoGo的換電站一天 就會產生上千萬筆的資料 所以我就要去搜集電池資訊 那再來就是 Automation 就是如何用自動化的方式 就是來省去我一些繁複的步驟 最後就是意外的學到MITM這個方式 這樣子 那最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Google搜尋GoGo的神器 謝謝大家 這是我Talk 謝謝陳柏宇 然後因為時間關係 中間串場我就不多說 但是還是介紹一下下一個講者 接下來是印度來的Jay 然後他會 等一下 好 他會幫我們介紹 Server Sand Events Using Drangle Channels 然後那個Jay是印度人 我昨天跟他小聊了一下天 然後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他跟甘地是同一個故鄉 所以他們的故鄉喝酒是犯法的 可是他會喝一個叫Band的東西 就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去Google一下 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就是牛奶加了某樣植物 叫做Band 好 然後我們歡迎Jay帶來的這個講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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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而且яли出交通公司的 If your task is to develop something where you have to show a notification to your users, and you want to make a progress bar or loading bar in which you are processing file in the background, and yet you want to make a constant connection with your client, and you want to notify only time without any interval, let's see how you can achieve this call. So you can have a jQuery, a jx request which pulls with every interval to your background server and then you make a request from your browser as in JavaScript request and then browser of your web server will return to it and then you will have whatever status you have on that part. This has a lot of problems like for example you have one minute client then you will have one minute client requesting with each interval. That means let us say some minimal second then one minute client will interval like two seconds will have a lot of requests at the background site and your server will you'll have to deal with a lot of constant incoming requests. So that will not a good solution for a long run. There is another solution you can use is in WebSockets. so this solves a problem in which you will have a constant you can notify your client as soon as your task is completed but the problem is you don't want the response from the client to the server. So it's Rx and Tx so you do not want anything from your client. so ultimately you will have to deal with a lot of unnecessary resources. That's again one costly way to look at it. So this is again this not serves our purpose. Now the server side events. So this is appropriate for tasks like this. It's very lightweight. You will have a constant connection from your web server with your client like client browser and whenever something happens you notify them via events. And that events will be you can have your custom events and you can have a custom body of it. This works pretty well and you can have unnecessary things you can completely avoid and you can scale well. So this works well for this purpose. Now this is JavaScript. You can say event source as an inbuilt API available for creating. And then you can override this methods as an event listener. And these are event types. So message and completed. So you can whenever new message is coming from server you can display data text. When it's completed you can even display the data and then you redirect your client to success. Some URL. This is a consumer from server side. You can have you can override the method called handle. And then you have a body. First body as in you tell them that's an event stream. And then you have a constant while loop in which you send a payload. Here we are sending a date within any any every one second. So because it's a synchronous you can have you can scale well with the constant connections. So this is my pet project in which I it was tested for almost uploading CSV file of 500. Yeah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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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ion records. But for a demo I have degree degraded it. and this is also have a connection with S3 bucket. So this is uploaded to the S3 bucket first. And then I hope I think internet is slow here. So the process isn't started. It's still uploading to S3 bucket first. So this is the code of it. You can see I am doing an event and then I'm having a task ID in which I am managing constant connection with client with different IDs. and then this is a yeah there's a various state for the like asynchronous processing with the salary. And this is a code of it. So this is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demo which I was showing. Django S3 and then like this all comes here. And why SSE client is notifying. So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Hi. 我們謝謝剛剛的Jay 然後這一次來拍康安 我們收到了非常多的feedback 就是講到說 哇 網站也做得太好了吧 然後我其實一直都不知道 一開始不太知道是誰做的 因為我是議程組的 後來才知道 原來是開發組的組長 James大大 那個大神 所以這個大神今天要來幫我們講他的搬家日記 那我們歡迎您James 嗨 希望大家喜歡今年的網站 其實我們今年除了做2019年的網站之外 我們還做了一件另外的事情 就是我們把舊的網站 從舊的機器 全部移到新的機器上面 所以這中間有一些辛酸的些類似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如果這是我們Pycom台灣的那個domain name 所以大家就是打這個domain name進去 從2012年開始到2018年 就是你點那個link 你就會看到過往以前的網站 然後差不多每個都長這樣子 12、13、14、15、16、17、18 還有今年的網站 對 然後整件事情的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就是我們在去年2018年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來的時候 就知道我們去年的報道的APP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去年的時候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APP的開發組就跟我說 他們因為要上APP要上架的關係 他們需要就是TOS 1.2 那這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們的網站其實都是 過去幾年都是活在那個Street Voice 我們寄生在他們的下面 對 所以這邊謝謝Street Voice 這感覺也沒什麼問題嘛 那真正問題在這裡是 我們的網站都是被deploy在 Ubuntu 11.04的OS上面 這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11.04它不support 1.2 那所以我們去年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其實還蠻困難的 就是我們大概最後用了一個很hacking的方式 去解決了這些問題 所以去年大家會中來報導 其實就是沒遇到什麼問題 但其實去年的狀況它還是活在那台機器上面 那我們就想說不行啊 你每年這樣子搞一次怎麼會很累 所以我們就想說 因為剛好今年的conference 時間辦得比較晚 時間比較充裕 所以我們就打算說 好吧 那我們就把所有的網站 從舊的機器 搬到了新的機器上面 那要處理的網站有這麼多 那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總要算一下 我們要做的事情有哪些嘛 那我們就開始算 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所有的網站其實都不是containerized的 所以我們要做第一步就是把所有的網站 通通包進container之後 放到新的機器上 那有些東西 有些網站它其實並不是設計成 可以直接depot到container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有做一些改動 對 再來是 這一個給我講 最上面的兩個是12年跟13年的 那它其實是完全的靜態網站 應該是前人做的 就是在我看到的時候 它就已經是完全的靜態網站 這兩個沒什麼問題 比較好處理 比較麻煩的是下面的 就是像12跟13年的網站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它引用的那個靜態檔案 會被放在同源目錄裡面 意思就是說 你不能只部署12年 不部署13年 就是你必須兩個都要部署的時候 它們靜態檔案才會同時被用到 那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14年跟15年 好 這也算好處理 那 後來 比較難處理的是 就是 14年跟15年的 就是它完全沒有那個reportory 然後它的dependence也都是亂的 所以基本上我在處理這兩個的時候 我都是要去 現行的網站上面 PIP list 然後看它的dependency的版本 然後一個一個對 就 很麻煩 然後 再來是1415年的 你整個弄完之後 發現它ice balance有問題 所以這邊我們也處理了蠻久 然後我覺得整個過程很像蝦子模像這樣子 然後很可憐啊 真的太可憐 然後 因為我一開始就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然後就很累 然後後來就沒有人怎麼辦 就是 就是我們就開始找很多志工 然後把就是一些task發給他們 就是請他們幫忙 所以 最後我們就是把我們的網站 通通的移到了就是gcp上面 然後 謝謝 我這邊謝謝我的志工們 就是他們常被我壓榨 對啊 好 差不多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James 接下來我們有來自波蘭的Cybastrin 然後他要跟我們講productivity tricks for developers 然後昨天KK在Light and Talk裡面有提到他提著生產力的方式喝酒 所以我們來聽聽看Sebastian會講什麼 所以我們有Sebastian在這裡 我今天追蹤他在Twitter上 我看到他在Twitter上說 他的脂肪是Light and Talk 是因為我嗎 謝謝 我們歡迎Sebastian 啊,完美了 它是合作的 大家好 我是Sebastian 我是民視討的 我會想說你關鍵 我記得 我剛才發現 我發現 對人們的口氣搭配 CapsLock 搭配 跟CsKEKEY 我看到它 我看到它 哇,這就是很瘋狂 我看起來 有這麼多空間在鍵盤上 用鍵盤上的鍵盤 你其實只用它 使用的時候 你必須跟別人在 Facebook 所以它不太用 另一邊 你用了這個鍵盤 你使用更多多 甚至你不是 VimProgrammer 但是它是很小 它是在很困難的地方 所以我選了它 我非常開心 直到我找到這個人 Apparently,Apple決定 你不能把鍵盤上的鍵盤 用其他鍵盤 所以我夾了幾個鍵盤 一個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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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鍵盤 所以那是壞 我看來 如果有人在網上 在網上 怎麼能保持我的 網上 在網上 如果我無法轉 鍵盤 所以我開始 搜尋了 然後 我找到 這就是最好的方式 我會看到 我生日 有人想看 一個想法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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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ean, it wasn't an okay book, but it was about the methodology. So I wasn't looking for a methodology. I was looking for some small tips that I could start using right away. But people don't write books about productivity tips. They write books about methodologies. And sometimes you don't even know that something is possible, so you don't try to improve it. Like,I didn't know you can remap keys on your keyboard. So let me show you a few of my tricks, and maybe you will find some of them useful. So, most of you probably heard about the .files. In case you haven't heard about them, you should really go check them out. So .files are the configuration files of your computer. You can store them on GitHub and download them on each new computer that you will be using. That way you will immediately have all your favorite commands and settings back. The same applies to Veeam. You can configure all your shortcuts, settings and plugins just by editing one file. And it also applies to Git. You can define some one or two letter shortcuts for the most common Git commands. But you can also write more advanced functions. Like,I have a function that will squash together last n commits. Or a different function that will check out a pull request from GitHub to a separate branch. I mean,there is no way I would remember how to perform this action without checking stack overflow. But once you put them in a function,they are super easy to use. There are some phrases that you are probably using quite often. Like,the signature of your email,your full name,your home address or maybe your email. So,instead of typing those things over and over again,you can use a text expander. And this will replace a shortcut with a different text. So,those are basically like code snippets in real life. And coming back to Macbooks,I hate the touch bar. I mean,the fact that the buttons on the touch bar are changing depending on which application is using means that each time I have to discover what buttons I have there. But one day I found a blog post explaining how to customize your touch bar. So,this is how my touch bar looks right now. I have like escape key,then I have like five buttons for my most commonly used apps. Then I have a widget that is displaying the current song from the Spotify. And if I press it,it's gonna skip to the next song. You can also plug YouTube or Apple music or whatever. And then I have buttons for the brightness and for the volume. And those are like buttons,not those annoying sliders. So,to actually be able to customize it,you unfortunately need to use a paid solution. But if you're curious how to do this,there is a really nice blog post about this. So,those are a few of my tricks. And I know there is a lot of people among you who have their own shortcuts,mappings and other stuff.So,I would love to talk with you and maybe find a way to share it somehow. I know I should have done,I should probably done an open space about that. But it's just a lighting talk.So,it's too late. So,if you have any ideas just come talk with me or ping me on Twitter. Thank you. Thank you,Sebastian. 然後接下來我們有Demos要講的自己要的素材自己做. 看起來有一點點diss. 好,我們歡迎Demos. Demos Hello,各位好。 這不是我第一次站上來,可是我超緊張。 對,你一定有聽過,因為你現在正在參與PiCon Taiwan。 那各位好,我是PiCon Taiwan 2019攝影組組員Demos。 那我今年主要是負責紀錄片的素材的紀錄。 過去兩天台北的天氣很不好,像是昨天陰雨蒙蒙,而且雨大到你不撐傘的話也不行。 那天氣會這個樣子主要是受到颱風的外圍環流的影響。 一直到昨天晚上我才意識到一件事情。 第一個,這是PiCon Taiwan第一次在台灣舉行。 這是PiCon Taiwan第一次遇到球台。 而且是PiCon Taiwan有史以來最靠近颱風的一次,在物理意義上。 可是禮拜第一,第一天結束的時候,主席有提醒大家,天氣不好要帶雨具。 我卻只注意到他說,你今天交三個朋友了嗎? 我沒有錄到那一段,那怎麼辦? 我希望有一段素材可以幫我來製作紀錄片。 所以呢,我來幫你跟大家聊天。 我架上了我的攝影機,於是我就永遠有了我需要的素材。 感謝各位參與今年的PiCon。 因為有你們,我們攝影組才有可以記錄的內容。 請大家明年繼續支持PiCon Taiwan 2020。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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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